音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生 节日不见慎事想念啊 今天Apple Watch已经有非常庞大的体量了 随之来的就是群众对于表带的需求 也是蹭蹭的往上涨 很多人选第三方表带 是因为官方表带不仅种类不够多 价格还特别贵 我之前也确实猜不出来 这两个表带用起来能有什么区别 也买过不少淘宝货 直到去年 我拿了某位员工的一部分工资 买了一条官方皮革表带 用了小半年 发现真的还挺舒服的 所以这么多种表带适合什么人 官方和假货有多少区别 之前舍不得 这次我都买来给大家详细的去验证 本期视频不含任何商业推广 有些表带我们派完直接会上架咸鱼小店 然后怎样才能加入花生的咸鱼呢 我猜你们都知道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一定别忘了多多点赞素质三连 真的是下了血本 大家简单动动手 对我们这些原创UP数真的很重要 谢谢 硅胶表道的风格就是运动 因为它不像布吸水 也不像皮革怕水 那你带它是游泳或者是大量出汗 结束以后拿纸巾擦一下 就能立刻恢复原样 379在官方表道里属于亲民价格 单圈比带扣的软很多 就像女孩子的手一样 它的重量只有14克左右 而且是整个环绕在你的手腕上 带这个你会觉得很无感 新的开心果配色 你看和夏天很大 缺点就是 它没有让你什么凑合的空间 你这个表带大小 要么就是好用 要么就是不好用 它有一到九号 你是用官方那个调查打印出来 还是用皮尺都行 总之买之前 你得量好你自己的尺寸 卡扣式的松领长度 你可以自己调节 再有如果你买的是这种耐克带洞洞的 透气性会更好 最后就是带卡扣的 暂时拥有几个专属配色 比如这个彩虹色单圈就没有 这条硅胶表带淘宝价格38元 是官方的十分之一 官方的包装是有一长一短 一共三段表带 淘宝货只有两段 官方的材质更软 假的就很明显能支棱起来 真的挖孔明显更精致 显尽点是银灰色 假的是黑色 官方的卡扣是磨砂银 假的就是亮面银 而且处理的很粗糙 真的31克 假的只有18克 翻到背面区别更大 官方不仅有型号和耐克的红色标志 缝隙也更严密 尤其是表的内侧 做了向上拱起来的处理 是为了减少表面和手腕的 直接接触空间 加速散汗 假的就非常的平 戴起来的话 很容易让人感觉很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官方的刚买回来打开 我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 淘宝的打开包装 我累下 差点没给我送走 都是刺鼻的工业味 虽然散了两三天 发现现在都闻不出来什么味了 但这种直接和皮肤接触的东西 我还是不敢带 所以官方的规券表袋 我更推荐这个单圈式 运动型表袋也行 淘宝山寨货 不推荐购买 这个不是便不便宜的问题 实在没钱的话 你也可以选官方散装 或者是准心二手 都比淘宝那些二三十的强 编织单圈和硅胶单圈一样 买之前需要量好大小 而且还不能保证完美贴合你 那我这个买回来八号 就有一点点松 但七号就肯定会很紧 它没有七点五号 表面看 它这个是布 但里面其实是有硅胶丝 有松紧的 质地比较粗糙 重量十二克 比较轻盈 布纸相对于硅胶来说更透气 尤其是回缓式运动表袋 重量只有十克 仔细看 它每个编织的走线 都是向外突出来的半圈 可以更大长度的散汗 但布湿了就没那么快干 而且家里养猫的话 仅是购买 尤其是这个单圈表袋 官方价格779 相比之下 回缓无论是视觉效果 还是价格都更年轻一些 它俩都很适合夏天 或者运动佩戴 也可以和不同风格的衣服进行搭配 那这条单圈 淘宝价格38元 是官方价格的二十分之一 型号选择上官方有九种 第三方一般都只有S、M、L这种贩码 但是淘宝的弹性 反而要比官方强一些 顺用性也要更强 在官方的蓝色对比之下 假的蓝就有点偏黑 像是已经用了两三个月的感觉 衔接处正品是颜色 仿的是深蓝色 而且触点做的也是不够精致 用东北话讲就是离了歪斜 表袋的末端 官方的处理是非常自然的延展 假的就是很生硬的没有过度 表袋相差一克左右 淘宝的表袋更窄一点 出色之外区别不大 再看运动回环 淘宝价格50块钱 是官方的十三分之一 重量上差两克感知不明显 主要区别还是在粘贴处 正品会更平更薄 走线更精致 防品的话离远的看 像搓枣筋 两枚的颜色处理区别不大 整体说以假论真的程度还挺高 所以不止表袋 官方里单圈的推荐指数四颗星 运动回环也是四颗星 淘宝山寨货单圈和回环 都可以给到三星半以上 没有太出格的差别 价格便宜这么多 有钱的话我还是建议你走官方 要是预算不足 花四五十块钱买个假的 也没有太大问题 单看皮革价格不便宜 但如果你想 它和单圈回环价格一样 七百多 性价比是不是忽然有了 它比较适合修前装 最好不要沾水 更不能用水洗 时间长了 这个皮革一定会老化变色 在他们有钱人口里 这叫岁月的痕迹 那要是你花七百多 买它了很心疼 都甚至想给它再整个壳 还是别买皮革 给自己找最瘦了吧 按照官方说法 它是意大利 阿尔奇尼亚诺一家 皮革厂手工打造的 表面有轻微的 荔枝皮纹理 靠磁力吸附 松紧自己调节 自由度比较高 那就是将近三十克 会跟前面说过那些表达 会比稍重 淘宝的皮革绘晃 花了一百五十八 价格是官方的五分之一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官方的很窄很薄 山寨的就很困很厚 这个扭动的话 你会觉得官方是一截一截的 山寨就是一段一段的 连接处处理得非常不考究 装起来特别的费劲 带上去有一种像 牛皮纸箱的感觉 拐角处根本不能贴合 这一百多块钱花的 我有点肉疼 你们要是想要的话 单不扣个一 我们闲于一分钱 直接付个快递费 送掉算了 现代风扣品质 完全可以说媲美爱马仕 不过只有40毫米可以选 可能是苹果觉得 它这种风格更适合女孩子吧 价格也就蹭的一下 直接比普通的皮革 贵了四百块 好家伙还是女人钱好赚的 两千七百九十九的 爱马仕表单 贵吗 单看这个价格 简直是离谱 但你要知道 爱马仕一条丝巾都要一千六 你就会觉得 这根本就是买爱马仕 送表单 爱马仕的包装 我们可以说非常的不环保 里面全是绒布 表面偏光滑 质地比较软 那就是会掉色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正看和常规的皮革小手表 没什么区别 颜扣上的爱马仕logo 得离近的看才能看到 十六克 不是很重 那山寨的爱马仕 我花了一百八十八 官方价格的百分之六 要不是这个 i-wash band 我还真以为这是真的包装 你知道吗 山寨白的表带 颜色和正版笔 会有点褪色 连接处 made for apple wash 还没往打上 细节好评 那就是官方的材质 偏磨砂 字都很清楚 山寨的就偏花 表扣鼠 原装的是镂空的爱马仕logo 山寨的是直接打上去 所以官方回环皮革推荐指数四核心 可以很好的照顾到舒适性和档次感 山寨的 我这个一百五十八的 最多只能给三星 有一点一甲乱真 但质感差距还是很大很大 爱马仕表的参考价格三星 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起的价位 那不参考价格的话 四星版 真的是很好看 很精致 山寨版我本来觉得还挺值的 但看卖家又送配件 又顺风包游 那一刻我觉得我亏了 所以这条要是一百出头 你要能买到的话 那还是非常值的 整体做工 比刚才那个辉煌又好多了 钢链和凉不适合冬天带 那米兰尼斯三种颜色 分别对应 Apple Watch的不锈钢三种颜色 虽然表带是不锈钢材质 但特殊的织网处理 让它看起来或者戴起来 都很像柔软的布 它可以物件调节 比较适合正装 重量比较高有四十克 还有它真的会夹寒毛 这么挠头的时候 它也会夹头发 最后就是末端这里 非常容易被自己挂花 山寨版的米兰尼斯 重量比官方轻了将近十克 其他的我竟然找不出来 太大的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就是出汗多了以后 山寨的米兰尼斯 那个类似铁锈的味道会更大 但其实不管是原装还是山寨 我都不建议你戴这个表带去运动 最后就是这个大钢链了 先看体重好家伙 直接突破了七十克 可能是真材实料 四十毫米的价格 直接飙升到了两千七百七十九 和我这个爱马仕差不多了 那喜欢这种表带 会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我想到的就是大金链子小手表 坐在门口吃烧烤 开个玩笑啊 它是双扣式 打开以后 它里面会告诉你 这是316L不锈钢材料 如果你感觉表带很长 你可以卸掉几个结 包装里有一个小绒布 估计就是装那个卸掉的小结的 如果你嫌不够长 官方还非常贴心的给你准备好了 额外的小结结 三百七十九一共六结 你可以买了在街上 山寨版也很贵 需要两百七十八 山家详情里面说 这是官方正品 但前面还加了一个 他们自己的店名 所以我不太清楚 到底是苹果的官方正品 还是他们店的官方正品 买到手带起来 和正品还真没有太大区别 重量不相上下 这个前后不超过两克 表袋也可以往下卸 除了扣子里 这个山寨的没有参数 可以说一家乱真 所以米兰丽丝作为苹果经典的表达 它不像普通的金属表达那种死板 商务里还有那么点时尚的味道 推荐指数三星半 而且如果你要是能保证 不带着它大量出汗的话 那淘宝上三四十的山寨版 也可以说还可以 那个大钢链我只能说 完全是重量带来的那种质感 推荐指数大家自己定吧 那山寨版可以一家乱真 参考价格如果你不介意 非官方的话完全可以充 推荐指数和官方一样 好了看到这儿我们应该也清楚了 苹果的各种官方表袋怎么样 以及网上那些价格动辄 比它们少个零的表袋 和官方比有多少差距 这里面有我认为值的 也认为不值的 当然最后值不值 还得看再多的各位 那今天出境的这些表袋里面 我会自己留下来用一部分 那剩下的都会登陆我们的闲鱼 坑人的直接白送 不坑人的 我们便宜点卖给有需要的你们 大家要是觉得这期视频实用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多多点赞 搜索三连啊 真的下了血本了 大家的各种点赞 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感谢感谢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花生说再见 拜拜